遇到仁波切老師那的時候 妳的心情感受是什麼 嗯 放鬆 嗯 對 我也是比較放鬆 而且我會覺得 我好像要即將得救 我又醒來了對不對 得救了 得救了 真的有那種感覺 再問就是 當那當下小孩在哭的時候 妳的情緒應該跟那時候 對 是不一樣 就是他在哭的時候 我一定也是 會就是很焦躁 然後心裡會很緊張 然後又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其實 我們這樣就可以對比出來說 其實媽媽的情緒 也許也就相對的影響了孩子 也許就是因為妳放鬆了 他也跟著放鬆了 那其實像那 我曾經小孩子哭的時候 哭到有一次 我跟我老公 忍不住環視我們的四周說 會不會有什麼東西 是我們看不到的 所以最後我老公呢 去偷住生娘娘的香灰 我們到現在衣服都是反著掛 那個衣服都是反著吊的 好像讓小朋友比較 然後我媽媽特別種了一盆 哇操 因為要跟米跟鹽一起 讓小朋友洗澡 對 肅清姐 其實有交流 好像有一點點有用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家是個宮廟 是不是 真的耶 其實是真的有用 而且媽媽就有在傳說 譬如說內湖哪一間廟 收金特有效 比較有用什麼的 細紙什麼什麼 其實 我剛剛講真的是 寧可信其有 但是各種方法都應該要放在心裡 包括科學的方法 我印象很深刻是 九二一大紀症的時候 那個時候 後來在那個區域 他們就設了很多 協助這些災民的攤位 你知道生意最好的 並不是這些醫生 而是相關的 心靈的 或宗教上面的協助 有時候真的必須要 因為你安定了 小孩就安定了 所以是有幫助 可是要特別小心的是 有時候他不是怕中 也不是什麼 他是真的有病 有一次有個醫生說他遇到一個那小孩子 大概三個月大 他還是狂哭狂哭狂哭 很愛哭 可是有一次狂哭之後 突然間就 一直不停喔 然後就很奇怪 然後他們想說 這一次好像真的特別久 然後尿尿什麼都看過了 然後趕快去醫生 醫生看他的年紀 又看他哭成那個樣子 再看一次尿部 打開來 可是他看的不是尿部有沒有濕 是看大腿根部這邊 散氣嗎 就是你的小朋友的體質 有些人他是天生 是沒有關起來 沒有關喔 那如果說他這樣一直很愛哭 負壓很大 某一次就剛好真的會出去了 那所以他們 可是媽媽看的是尿部有沒有濕 沒有看大腿根部 所以醫生多看了一個地方 就跟他說 他有那種 對 所以說幸好後來有帶來 不然他如果一直在那邊 可能會壞死 對 所以 哭 不要覺得說他都只是鬧 因為有時候他 哭得跟以前不一樣 以前通往這個時候應該結束了 這個時候還在哭的時候 要注意他有可能其他問題 真的先找醫生 醫生都沒有折了 真的也可以尋求其他的幫助 那我這邊想要問黃醫師 因為其實我兒子啊 在月中的時候 醫生就有幫他診斷出來 他有腹骨溝膻氣 對 那他是疑似 所以他那時候就有說 所以妮娜你的小朋友 就盡量不要讓他哭 所以變成他一大哭 就是說我小孩 這生下來就是大哨 你知道嗎 哭不得哭 對 就不能哭 所以一抱就趕快哭哭這樣子 所以是不是真的就是只要大哭 就很有可能會有善氣 還是要他的這個腹骨溝 比較鬆 那麼他哭的時候 腸子才會滑進去 才會變善氣 所以這個要兩個巴掌才拍得響 哭的小孩那麼多 但善氣就是那一些 那女寶寶就不用擔心嗎 因為像我女兒有時候哭起來 她是 也是用生命在哭的 對 用生命在哭的 對 然後我老公的時候就會說 就是我有聽她哥哥講說 她 我老公小時候也是這麼會哭 所以就是哭得很大聲 然後我老公就說 她覺得她那麼會唱歌 是因為那時候哭 就是把掌聲 我還以為那時候哭了 你老公也太妙了吧 對 就真的 所以女生就比較 女生也會不是嗎 她比較不會有這種卡進去的 對 所以還好 我會比較建議是 她哭的時候你就先去看看她 身體有沒有不舒服 不要說 我不管她為什麼哭 反正先 湊滿黃醫師說的 三十分鐘之後就要去 就沒有意義了 先去 然後確定她沒有什麼大的不舒服 那尿部也檢查了 那之後也許 你就可以慢慢地再把她抱起來 我不喜歡 如果你手邊有事情在忙 你可以先讓她哭 但我覺得超過三十分鐘 是太多 對吧 對 其實我們每個人媽媽都有一把尺 看似哭幾分鐘 對不對 安東媽 對啊 我之前安東從 在月子中心的時候 就每一個月子中心的 護士都告訴我說 安東是個天使寶寶 她只要睡覺都不會起來喝奶 非常的好顧 結果後來我 帶回家的時候沒有多久 她就開始一直哭 一直哭 一直哭 我就打電話尋求有經驗的朋友 我跟她說 她一直哭 我要怎麼辦 他們就告訴我說 妳就讓她哭 我跟妳說 書上有寫 今天妳不讓她哭 明天她就讓妳哭 對 對 我就讓妳們說 對 對 這醫師叫妳的 對 我就說 是嗎 那她已經哭了十幾分鐘 我不知道她怎麼了 她說 我的小孩哭了四十分鐘 到現在她從來都不會再哭了 就是有一次 她讓她小孩哭了四十分鐘 妳媽媽是怎樣 我說是喔 好吧 我試試看 結果後來我就 坐在她的前面看她 繼續 哭了兩三分鐘 我真的很心疼 因為我覺得 我一直都覺得 小孩一寸出來 我第一個想建立的 就是她的安全感 對 我一直覺得安全感是最重要的 其他的都在說 所以我就覺得 我不要 我還是抱她起來 安慰她 因為我知道她吸奶的時候就會停 可是 她真的哭成這樣 我就抱著她坐在樓梯口 等老公回來 坐到晚上七點 結果她吸著我奶 我跟她一起哭 後來 老公回來要帶我們去 帶小孩去打預防證 然後到了預防證的時候 那個小兒科醫生跟我說 你的小孩耳朵發炎了 所以她才會這樣一直哭 我心裡就很生氣 我就說 真的是 去你的什麼 今天你不讓她哭 你哭 好可怕 小孩子的電話 就是非常地討厭這台灣 小孩真的不會沒有理由的哭泣 對 對 可是這個不能一哭馬上抱 會把小孩說話 這種觀念 很難拿捏 我們要怎麼理解 對 好難喔 我覺得抱沒有不好 媽媽都會很想抱小孩 而是我們抱了之後 我們怎麼去跟小孩 詮釋這個抱的動作 因為很多阿公阿嬤 或是媽媽抱起來 嘻嘻 好 沒事沒事 或是就會 喔好 小孩也許就會覺得 我哭有用 我用哭我可以來索取一些 我想要的 我想對 那如果我們今天抱起來 我是說 好 我知道你很難過 因為我剛剛是不是去哪裡 讓你等太久了 我給你 同理還有我去詮釋 我去解釋你要需要的 讓你知道 那他就會知道說 喔 我被理解的是我的需要 而不是哭有用 其實抱沒有不好 那是建立一個安全感 跟情感的連結的 一個很好的一個行為 那個哭跟黏人 那個是倒因為果 很多人說 你看你小時候就一直抱他 所以現在三四歲 一直這麼黏你 就是因為你抱太多 才不是 其實這個小孩本身 就以是高需求 他本來就很喜歡 對他個性 他的氣質就是這個樣子 對 他氣質就是這樣 所以他小時候很愛哭 很像你抱 長大以後也是很黏你 那你就生了一個 很有情感的 很豐富的小孩 不是很好嗎 對啊 可是這兩件事 是沒有因果關係 我也是這種 因為像我的寶寶現在 那麼理性 就是 比如說我的寶寶哭了 我不會馬上抱他 但是我會跟他講話 然後我會讓他知道 媽媽就在旁邊 就是我不會不理他 可是 當然他現在比較大了 所以他也 大概聽得懂媽媽講的話 我會說 妮妮你怎麼了 你在哭什麼啊 你餓餓嗎 或怎麼樣 但是我寶寶現在 因為媽媽真的都能夠判斷 大概百分之八九十都 抓得出來 他為什麼哭 對 像我女兒最近很常哭 就是因為他 該睡覺的時候 他不想睡覺 他還想要玩 所以呢 他就會一直 扒著他的小床想要出去 他就會一直跟我指門口 然後我就說 不行寶貝你要睡覺了 就是你的睡覺時間 然後他吃嘴嘴嘛 他就會把嘴嘴 丟掉 真的也不會 好愛掉 而且他會 粗意丟到外面 所以會動 對 他就會故意丟 然後反正他第三次丟的時候 我就不給他 我就把嘴嘴拿出去外面洗 然後我就故意比較久才 就是洗嘴嘴 就比較久才進來 然後他就真的 從本來醞釀假哭假哭 然後就真的大哭 對啊 會瘋掉 對 可是 他用這招對付我沒有用對不對 對 對 爸爸就是馬上爆發 他說走 我們再去玩一下 我就說不行 因為 你不可以讓女兒 就是 我覺得小朋友還是要在固定的時間 我希望他是一個比較有規律的寶寶 對 那你有沒有對小朋友發過脾氣 我會生氣 但是我好像不會對他發脾氣 不過其實好像很多小朋友 真的喜歡用哭來表達對不對 菲菲 可是小朋友 如果說還不會說話 我可以理解 可是我兒子是一定會說話 每次我要放他睡覺 然後故事也講 我就說現在睡覺囉 然後就出 我前腳一出來 他後面就開始崩潰 大哭 然後 從大哭然後到爆哭 後來就 吐喔 因為我就沒聽到 沒聽到 然後他就哭到吐 大概也超過二十分鐘 他就吐了 而且很常這樣 那我因為這個事情 也跟我現在起過幾次衝突 因為老公就會覺得 你幹嘛不進去 可是小朋友 我想說他會說話 他應該會講 他就都不說 他就是一直哭 一直哭 要吐 所以我覺得我就不要進去 到後來訓練 讓他吐兩個月就好了 吐兩個月 厲害了吧 你要不要跟劉正審潰一下 你們兩個中和一點點好不好 吐兩個月 吐兩個月好了 我老公這樣好 不睡覺前這個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睡覺前小孩會 會失去理智 然後累的時候很難溝通 像我也有一次有經驗就是 因為我們家的規定是要 晚上九點就要上床 然後一來才可以聽床邊故事 然後他又特別喜歡床邊故事 我現在去派身 幾乎 有一個人會